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看了SMART2中的PH对不对 那能说SMART3的PH对SMART2有很大的改变 对不对 改变成了PEARP的语法结构 所以大家会更熟悉一些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SMART3中的PH 我们把手机打开 这个就是SMART3中的PH看到了吧 结构跟前面有点不太一样了 看到了吧 没有那么多属性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SMART3中的PH怎么使用 对吧 我们同样在PEARP里边是分的一个数组过去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边 我们再打开这个我们的模板 看一下 这是我们SMART2的时候PH对不对 对 我们把它去掉 比如说我们用SMART3便利 既然跟PEARP的语法一模一样 FullH 对不对 那结束也有一个什么 鞋上的FullH 当然它也会有 跟PEARP不太一样的时候 有个FullHELS 否则 这里边应该什么时候说出这个 数组不存在或数组为空 对不对 便利不了的时候是不是直行这个 对不对 然后既然跟我们SPARP的一样 首先这块是AR是数组没有了 对吧 然后什么 K 对不对 然后 比如说直接有值的话 那数组V6 中间有个什么 A 对吧 是不是就将这数组变成这个值 对不对 如果用下标的话 我们看一下 大A加这个值 V6 BR 我们换一下 是一下 看 看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PEARP的语法是不是就这样了 对吧 如果我想知道下标怎么办呢 WK EY 下标 看 我们这块 WK 你看 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下标 看到了吗 所以只要你会PEARP语法 那写摩法里边的便利速度 基本上很相似 对不对 记得 这个不是PEARP的 在摩法里边不是PEARP的用法 对不对 只是跟它相似 它最终编译的时候会转成PEARP的用法 而已 记得吧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吧 那现在在我们这块这些属性是不是就比前边我们多了一个应代的属性对不对 嗯 是不是这样的 对 然后 这些圈 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 这些属性 原来咱们说了 是在保留变量里边 用Smart的点Voyage 通过名字来去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这里边根本都没起名字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格式 这个格式也不 太利于我们起名字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现在语法格式是这样的 根本都不像Smart函数的用法 对不对 是一种语言结构了 所以咱们也不用起名字 那不用起名字的话 那如果有多个H我们怎么区分呢 因为数字 变力给一个变量 看到有这个变量吗 对不对 那这个变量 就可以代表每个数字 就能代表每个数字 像名称一样 因为你每次循环起的是不是不同的变量 对不对 那我们通过这变量来区分多个H 所以这个就代替这个名字 用起来也不用保留变量的方式了 比如说我给你试一下 使用 实话 原来咱们使用的是 Dollar for Smart DR 4 H DR 然后名字 然后DR 比如ITER ATIL 对不对 现在咱们前面用这些东西了 看到了吗 用什么 VR 它都存到这个变量里去了 看到了吗 都存在这边了 但是呢 它也不是说点着形式存的 而是什么 通过这个变量只是一个标识符 相当于存到这里边 看到了吗 用圈来给 也就add符 然后 返回这里边的属性 来我们试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一二三次 当然我们这里还有谁 还有 这里边还有 Dollar for VLUE Try Index 你看它俩什么区别 Index是从零开始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可以有一个代替VU值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用K 是不是取下标 对不对 咱们可以用这个 假如不声明自己K的变量的话 不声明这个K的变量的话 你看 我不没声明这个K的变量 我现在是没声明这个K的变量 但是我也想获取下标 也有办法 怎么办法 你看 用这个 VRUE I 有个KY 也可以获取下标 你看 原来的结果 我们看下视频这样 你看 视频一样的 对吧 当然这里边也有什么 也有first 也有last 也有总数 对不对 我在外面获取总数 当时候VRUE 这样我们得用 这个获取 VRUE TOTR 来我们看一下 这四个总数不绝到了 对吧 那现在我们做一个应用 从数据库里边获取一个速度 然后我们把它变定出来 看看我们用这种方式可不可以 好吗 来我们现在把这个我给大家保存一下 比如说 index1.tpr 好的 全删掉 首先我们就需要连接数据库 过去一个数据 看一下我们怎么变的表格 对不对 对吧 我就简写了 wpdo 等于 newpdo 然后 dns myseq 币号 host 主机等于 localhost 然后db name 等于 寄说 peerp 用户名是 root 密码是 123456 对吧 那使用pdo过去 然后pdo stmt 等于 pdo 里边有一个pre 对吧 里边执行语字 select id 名字 年龄 性别 email 从 users 用户这个标里边 对吧 那前面这个标里边是个数据 然后我们 这里边用stmt exe cut 执行一下 对吧 是不是要执行了 然后我们使用smart 里边的asi 分配 所有的用户数据 谁呢 在stmt 里边有一个什么fet ch 是获取所有数据 比如说关键数据的话 我就可以是pdo fetch soc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关键数据 是不是就扔过去了 对不对 大家如果想看下这关键数据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 拖给一个变量 users 等于 是不是可以这样 然后我们这会儿放一个 users 对吧 然后我们这会儿可以 pnt 打印一下 users 对吧 我们来稍息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速度就打 出来了 id名字 年龄性别 email 对不对 是不是有值了 而且这里边是不是 里边就是我们所说的关键数据 对不对 外边是数据数据 一个二维数据 我们看用fetch把它变成表格 怎么变力 当然打印我们现在不需要 是看着成功 对不对 把这数据分配过来了 打印 首先我们table表格 例如rdr 边块 等于1 对吧 宽度等于 比如说800 a lij 格力等于 cntr 放在中间 鞋盖 table 然后我们其他我就直接写了 我直接写了 好吗 forage 变力谁呢 用户变力出每个用户 是不是 鞋盖 forage 那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没有数据的话 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这块就是 什么 forage else 怎么的 没有用户 对不对 查询出来 可以这样吧 如果有用户查询出来 一个tr 是不是一场 鞋盖 tr 对吧 然后里边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摆了 因为是不是已经有速度了 里边就可以不用便利了 当然我再有一层forage 是便利是可以对吧 实际开发的时候里边的层是不便利的 一个一个写这样 每一个列是不是都可以处理 对不对 既然现在学货位置 咱们试一下浸透 好吧 用户每一个作为一行数据 对不对 就是每一个列 对 鞋盖 forage 然后 $pro 这里边 td 斜杖td 然后 大部分吸管 这美的 让我们看一下 折心一下 没有变量user 我们 这会儿少了一个 对吧 一个表格是不是就变出来了 很轻的便利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想的隔行混色可不可以做 可以 什么呢 你看 这话只要写个if 对不对 如果user 确认 index 对不对 eveen 什么意思 如果是偶尔 对 这话 我们写上鞋盖if 我们这话要什么 这个 crbg color 比如说我们等于 所以 刚才会是我们 记下音 夸张一点 好吧 否则 否则如果 什么呢 user try 什么 音 是first 如果 什么 是第一号 对不对 那是一第二号 我们怎么办呢 trbg color 我们看的是 id 红色 对吧 再否则如果 否则如果 dollf user try 就是last 最后 是最后一号 那么我们这话 trbg color 等于 红色 蓝色 对不对 然后再否则 你看 把衣服 是不是我们 油轮控制去 弄进来了 对不对 当然得否则 我们必须得试 smart的标签 这才可以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各样换色 对吧 嗯 但第一行好像 没有 没有出来 对不对 应该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条件 我们应该 我们才能变绿色 看到了 这样的话 我们试一下 第一行是红色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条件成立 他就没有进入其他的行 你看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第一行最好处理 把这些数据都用了 对不对 我们这话或许总数据前面也都用过了 对不对 展示这个我们是用不上 对吧 这就是我们 smarty3中的4H的用法 而且是金融smarty2的两种用法都可以 但是既然我们是peerp成为而去显光版的话 那么你用peerp的这种相似的语法 是不更方便一些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4H就在这里 有关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参考一些手册上面的一些 详细的说明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一刻我们就在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丰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丰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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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